普通幼儿床宝宝一两岁之后就会闲置 最近入手的这款多功能的可变形的幼儿床就很不错 它可与大床拼在一起 底部是储存空间 脚上有轮子移动也方便 在宝宝大一些的时候可拼接上延长板 秒变拼接床宝宝睡到八九岁都没问题 宝宝不睡了还可将床变成学习桌